Hello 大家好 我是公屋聯會的地區幹事 馮著心阿瑟 今天我們來到房委會的總部 就是在房屋小組開會之前我們做一個請願 就是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增加過度性房屋措施 以及追回三年上樓承諾提出一些建議 因為現在的公屋輪候時間已經去到5.5年了 很多的居民可能的輪候時間也未來會破綠 輪候時間越來越高 代表現在正在排在公屋的居民所受的租金壓力 他們的房屋駐屋壓力就會越來越大 我們希望房署可以有更多的措施 去追回這些三年上的承諾舒緩 現在正在排在公屋居民的輪候駐屋的壓力 我們支持一些很長遠的措施 例如田內 因為這些都是一些軟水 我們要以時間換取空間 有一些短暫的過度性房屋的供應是需要的 我們也提議就是石梨村一些的總轉房屋 接下來可能要作出重建 那會不會都可以用地做一些過度性房屋呢 另外可能一些政府的用地現在空置了 是沒有用途的話 短暫是不是都可以用來做一些過度性房屋 去舒緩住屋的壓力 舒緩現在一些在住劏房 承受很大的租金壓力的居民 也都可以在他們在排在公屋的時候 舒緩或者改善他們的居住的環境 另外除了有增加過度性房屋呢 我們都希望政府一路長遠 我們都有建議的就是 增加一些租金的津貼 是令到他們在排在公屋的居民 例如已經排了三年的居民 可以有一些的租金津貼給他們 你都可以舒緩他們的外力 他們舒緩他們的租金的壓力 那我們希望房屋委會的開會的時候 委員能夠有更多的措施更多的方案 去解決現在住在公屋 或者在排在公屋的一些居民的住屋壓力 多謝大家 支持未補價分租計劃 支持未補價分租計劃 增加過度房屋供應 增加過度房屋供應